县长林明珍在县府公务处道路养护科同仁的陪同下 会同县议员蔡宗志前往139县旁的巷道 了解巷道御水淹水的情形 由于这条路两旁没有施设侧沟 导致雨水无处引流 林县长在会刊后决定花费120万元来增设两旁的水沟 县长林明珍在县府公务处同仁的陪同下 来到闽金乡三伦村会看139县旁巷道 这条道路由于经常淹水 导致当地居民出入相当不便 林县长在会刊之后表示 139县支县巷道长久以来都未施设排水沟 因此每遇大雨就水淹露面 学童上下课相当不便 至此特别前来了解 预计是做经费为120万元 今天来到明甘乡三伦村 139县支县巷道 巷道长久以来都没做白水沟 所以沿路大沟我们这条巷道都变成路面 还有下大雨 还有当时的孩子下课还是下大雨 我们这些出入真的不方便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层住很多人 所以今天蔡宗主义委员和主席都很关心 特别来了解 因为这条路大家都真的需要做白水沟 所以来看 这个经费大家要将近120万 我想我们这个路水沟做好 让我们这八岁村民 出入通路比较好惊 这真的重要 议员蔡宗之表示 感谢县长体训民众 139县旁向道属于三伦村 由于未设置水沟导致两旁农田用水 常会淹过马路 居民出入相当的不便 首先先来感谢我们林明珍林县长 体会这些农民的辛苦 在我们1392县旁的向道这条 因为这条属于是我们三伦村的 因为这条路面的 长久以来都没施作白水沟 导致相平的藏骨的水 都露大后都露在这条大楼 很多农民 或者说这些小孩去胸口 都有时候露大後去涉 也很感谢我们原点 今天来到实地会堂 来现场签讯到这条 120万的经营 在今年要来速速发报 来快点来把这条農民 白水稿来做好 和这些农民和这些核心 在通讯的时候会更安全 最早向道食射连线9月 当初会设置测沟 导致时长水移马路 林县长为了一劳永逸 特别只是当入养物科同仁 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包食射 解决民众寓语就寸步难行的走进 还给民众新走的便利性 记者陈云志 林吉香采访报道